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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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会啦! 哇! 双骑! 太好了 牛经理果然慧眼如智 竟然是首领级四衣翠膜糖 而且是完美品质进化 这个高宝 果然神不可测 叔叔的没错 计时 开始 七点四七秒 比上一次快了零点四秒 表现不错 奖励你最喜欢的虫肝 要不我们下次训练个公园晚吧 是啊是啊 那公园旁边有个湖 景色可好看了 好题 是啊 我就说嘛 有些同学已经无心训练了 教官也只关心那些 比较努力的学生 你的理解不错 会消极散漫的学生 完全不管 谢谢教官 也对 训练都坚持不了的人 更不可能真的上战场 没有必要费心呢 高同学 你的玉兽训练得很不错呀 好高 我叫木铁鹰 高同学 我来是想和你组队的 找我 为什么 之后的训练会进行分组 成绩也以小组计算 我和其他人 没有共同语言 这木同学还挺有想法的 你的玉兽呢 我的玉兽 莲子 是一头钢铁犀牛 或许是通爵比较迟钝的原因 他对疼痛的人耐力很强 担任防守已经足够了 其实 和木同学组队 也不是不行 在场 像这样完美品质的玉兽 只有两只 大子要走独属性的攻击路线 这样一只防御路线的玉兽 刚好适合我们 不仅能给大子 创造更多的进攻时机和空间 战术上 也有更多的选择 高鹏同学 果然不行吗 莲子或许真的不适合战斗 何况 对高同学也不公平 祝我们合作愉快 木同学 玉兽性子温和没关系 可以后天训练吗 而且 我也觉得 和学渣交流太累了 请各位受邀的队长 和负责人到空地集合 没想到在这里 能见到鼎鼎大名的刘经理啊 宋队长说笑了 残暴灰魔珠 对火焰有明显的恐惧反应 谁不知道你们 最擅长的就是火系 看来这次任务 宋队长要拔得头筹了 不敢当 刘经理家的魔鬼螳螂 号称丛林杀手 恐怕你们最先完成任务呢 很高兴见到大家 相信各位对此次任务已经有所了解了 残暴灰魔珠大量捕食带回巢穴 很有可能是为母体提供足够的食物 这意味着会产生更恐怖的猪潮 所以希望各位能精神合作 只要任务能够完成 奖励一定会让各位满意的 大家以大局为重也为了奖励内斗 对啊 别到时候任务没完成 内斗消耗得差不多了 刘经理怎么看 火急 再看看 那么任务开始 三点钟方向 开火 三点钟方向 开火 你看 铺口婆心之后 还要展示下肌肉 吓唬吓唬我们这群乌合之众 这也算是爱之身择之妾啦 不过这些火炮 也确实为我们省事不少 这次任务不动一点真格的 也说不过去了 就您这 还是一点真格的 首领极欲兽八只 那是人家还留有底牌 不像我们家太老实 什么声音 怎么回事啊 发生什么啦 发生什么啦 刘经理 魔鬼螳螂的状态不对 他们好像很恐惧 什么 什么小灵回事啊 就是好像人啊 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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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光环 这是流主机怪物 这是 这道具 我们下轮s的 是做事吗 吗 我没有想说 馨